我們現在要教的是所謂的其他的氣體 第一個要教的是所謂的鈍氣 惰性氣體 又叫做鈍氣 叫他惰性氣體或鈍氣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活性很小 幾乎不會 跟任何物質產生作用 那有一把叫做高貴氣體 貴重 高貴氣體意思也是一樣 都指的是他 幾乎不會跟任何東西發生作用 產生化合物 可以加上後來費很大的勁才製造出一些 他的化合物出來 原因我們上高中之後再教 高中之後再說為什麼他不容易發生反應 那麼過去曾經一度以為 他就叫做單原子分子 這個我們學測考過 你現在還不懂什麼叫單原子 就先記住 就是他一顆一顆的啦 每個都是一顆一顆的 自己單獨的 單獨的都沒有跟任何人 包括自己 都不會連在一塊 單獨一顆一顆 叫單原子分子 我們會在學期末的時候 再跟各位解釋清楚 單原子的意思 那麼 曾經我們以為他的含量很稀少 所以把它叫做稀有氣體 現在知道他含量並不稀少 含量並不稀少 比如說那個雅 是第三位的 不稀少 含在地球上很稀少 而在宇宙中完全不稀少 宇宙中主要就是氫跟氦 所以 現在基本上就不叫他叫做稀有氣體 因為他 不太稀有 OK 那我們要介紹的東西是這些 這些重點都請你記住他的用途 我們考試就是考他的用途 第一個就是 氦氣 氦氣的密度只比氫氣大 所以他很輕 會飄起來 所以可以填充氣球 做氣船 做氣體 而且他不會燃燒 像氫氣球曾經發生過什麼 新登堡的那個爆炸案 我的講義上面有給你寫 就看一看就好了 所以那個氫氣會燒掉 所以危險 他不會燒 所以我們代替氫氣 填充氣球 讓他可以飛起來 飛起來 下一個叫做 奶氣 奶氣會發光 發紅光做霓虹燈 所有的這些東西 這些氣體 受到一些刺激激發之後 就會發出不同顏色的光 我們別的都沒有焦 你就知道被做好了 奶氣會發什麼 紅色的光線 你就只要記得 奶氣會發紅光就可以了 奶氣是會發紅光的 我們來 看一下 這個叫做奶 然後這次讓他 通電 然後哪一個 有裝奶氣的燈泡靠近來 就發了紅光 發了紅光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 就是奶氣會發紅色的光線 奶氣會發紅光 奶氣會發紅光 你就背就對了 奶氣發紅光 還有別的東西有發不同顏色光 我們就不管它了 你只要記得 奶氣會發紅光就可以了 你只要記得奶氣會發紅光就可以了 OK 好 你只要看 查一下是雅汗 不是太有關係 汗接用的 就把它用途記一下 所以呢 弱性氣體 喜歡烤 每次烤就烤你它的用途 就把它用途背起來 汗氣用來填充氣球 奶氣可以發紅光 雅氣呢 汗接的時候可以用 填在燈泡裡面 防止企劃增加亮度 就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OK